主教公属 感觉非常有传统风味 非常有传统风味的教堂 太美了 这是本赌会修女做的 这是以前本赌会神父做的 上面有他的墓灰 这些木头都是进口的 这个教堂太美了 你看祭台这么美的祭台 那位是波兰的神父 教堂太漂亮了 台湾的原住民部落也有类似的 感觉都是很有风味 敬离玛丽雅 别的空间 这是以前的guest house 圣祭方圣祭的语言 谢谢大家 秀慧的史料館 创始的 是由一个神父创始力 跟原住民的关系很大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很多原住民的制步啦 还有一些器具 一看得到这个地图 他们的慧组 大概是什么时候 他们应该是1950几年 1969年 他们要爬上去 还有其他的 这种有70个团体散步在越南各地 可以看到 这也是修会的发展史 这是那个传统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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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头需要的时候 做家具的时候可以用 这个房子盖的好有味道 其实这整个地方的建筑 是非常具有美感的 在石头上都会写一些祝福的话 在终身当中 下下就完成这次的修道院包美属之旅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里程 那就下次见啦 拜拜 这修道院的美好 就像这个小花一样 如此的美 如此的纯净 再走在这里啊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然后看看修女们的笑声 她们的谈话 你就会觉得这是个人间仙境啊 喜乐在这呢 这里让我感觉 越南不是只有县港 不是只有胡志明市 她也有一个信仰的中心 她也有一个可以让人心灵感觉 很富足的地方 一个泉源 那这里呢 真的是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呢 我恐怕她也有一个有趣的感觉